天氣熱不想外出 可以留在家製作簡單的蘋果蛋糕 蘋果洗乾淨去皮 用3個機4號切割器 將蘋果刨削片 在碗中加入蛋 牛奶 糖 鹽 攪勻 加入低筋粉 拌勻後 將蘋果片加入麵糊 和肉桂粉 攪拌每一片蘋果都沾上麵糊 然後用Cellamaster 1.5克的小鍋 在上面鋪上牛油紙 然後倒入蘋果片麵糊 可以隨意刷上杏仁片 再放入已經預熱的焗爐 用180度烤50分鐘便完成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和記得按著小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和影片 完成